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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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優型又靚 我是Sharon Chan 我是Vicky 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人人都想要 知不知道在這個季節 我們要做些什麼 身體健康呢 應該是立春 春天來了 食物是否有所不同呢 食物不會有改變 我們要選什麼 應該要轉一轉 因為新年初一的時候 已經是立春 中醫二十四季字入面 都會有很多相對應的事情 不需要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順應四時 做一個養生 平時的生活習慣 有少許改變 可以令身體 新陳代謝 或者免疫力 可以增強 你知道嗎 我考慮你 春天是對應身體哪個狀況呢 我知道 肝臟 是肝臟的 在春天的時候 相對應的狀況呢 就是我們身體的肝臟 其實我們春天的時候 最好就要做多些護肝的動作 例如吃一些東西 喝一些東西 甚至乎是一些生活作息 都要做對肝好一點 我們要把肝吃掉 為什麼呢 因為肝在西方醫學裡面 其實肝是一個很大的身體解毒的狀況 而在中醫的角度裡面 其實肝臟除了解毒 其實對女士來說 是一個造血 因為肝臟血 肝臟是造血的狀況 對我們很重要 簡單來說 你想想 春天是一年四季的 第幾個季節 第一季節 我們通常都會說 一年之計就在於春 對呀 其實在於春 說就知道 究竟要怎樣做呢 因為我們現在 你也看到很多病 最近有流感 對呀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不是你想的 可能被人惹傳染 其實都是因為免疫力低 我們其實會說 一年第一個季節 我們首先要做好 我們對身體好 強壯自己 剛才我說肝臟是解毒功能 也是免疫系統的狀況 我們春天當然要做 對肝臟好 令肝一年四季 都可以幫我們抵抗 外界的病毒 慢著呀 因為我發覺 其實都市人 尤其是我身邊的香港人 很多人都是很夜睡的 這個會不會影響我們肝臟的功能 沒錯啦 很聰明 其中一個很傷肝的動作 就是我們真的很喜歡夜睡 其實不知為什麼 很喜歡拖 磨 放工回家 其實不是很多事情做過 但會磨到一兩點 你幾點睡覺 最近都早了 春天不如先說什麼傷乾的事情 就算不是春天也有傷乾 一年四季都很流行 香港人很喜歡做傷乾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有哪幾個 喝酒 喝酒的其中一種是傷乾的事情 還有食辣食 食辣食應該不是很多人知道 還有 剛才說是夜睡 對 夜睡 還有長期服用一些藥物 可能是西藥 都會有少少影響 那我又想問你 這個食得熱氣多 煎炸食會不會有關係 煎炸食會和肺或腸有關係 因為油膩和煎炸 當然會是乾種有關係 因為煎炸不知會用什麼油 油膩和肥膩也會有 肥膩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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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肥膩過肥 肥膩體肢越多的人 肥膩的功能可能會下降 因為肥膩會有肥膩 長期肥膩都不處理 不改善飲食生活習慣 肥膩會有肥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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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說到嚴重 所以大家要做預防措施 有什麼預防措施呢 我覺得首先要吃深綠色的蔬菜 為什麼呢 因為春天對應肝臟 吃什麼顏色是入肥膩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綠色 也是因為新綠色的蔬菜 其實在春天是比較多的 因為所有的蔬菜都是萬象根生 蔬菜、小動物全部都生長 所以吃多些新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植物 都是對我們身體好之餘 對肥膩也好 我們舉些例子 譬如我們經常見到的大力菠菜 還有西蘭花、羽衣甘藍 其實平時的青瓜片皮 連皮吃都是綠色的 還有我最喜歡的早餐之一 奇異果 還有牛油果 還有牛油果 都是綠色的 對 抗氧化 對 營養的角度 其實我們新綠色的蔬菜葉 它的鈣質和鐵質都會豐富 因為它有植酸和草酸 令我們吸收得不太好 譬如白菜、西蘭花 這些鈣質就會吸收得比較好 另外除了綠色的食物 我們要在生活習慣上有什麼改善呢 首先剛才你說夜睡得很傷乾 我們就要逐步睡一點 但我們的早其實是多早呢 我知道現在的人睡覺 一、兩點已經很早 其實以前古代的人 他們睡覺是很早的 早到日落就睡 就叫做早睡 但如果他們說晚睡 其實春天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它寫著養生的準則 是寫著晚睡早起的 那你會說晚睡 那就可以照常 我用一、兩點睡覺的習慣 但其實不是的 為甚麼呢 因為用回古代人的說法 古代人早睡就是日落的時候 就已經要睡 但他們晚睡 最頂多是10時或11時 就已經叫做晚睡 那我就100分 他們的晚睡就等於 他們的晚睡就等於我們的早睡 是啊 所以不要搞錯 不要以為你上網查 就說春天人明明說晚睡早起 為甚麼你告訴我要11點 其實以前的人晚睡 就是10點 11點就叫做晚睡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春天的時候 就真的要早睡一點 因為一夜睡 就真的除了傷乾 是為甚麼呢 因為乾氣旺盛 我們所說的 夜睡就令乾火更厲害 可能你春天的時候 情緒也很注意 暴躁 容易暴躁 乾火旺 不開心也會 對 不開心 都會因為你夜睡 而導致這個情況會加重 所以其實是循環 難怪那些人讚我漂亮了 因為我早睡早起 對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 可能我叫你早睡 就很難 但你一想 其實所有的事都是相關聯的 即是你一夜睡 你第二天的情緒就差 然後睡得沒有精神 沒有精神 工作狀態又不好 對 那春天的人又會說春困 好晚睡 春天的時候會說 為甚麼特別累 濕氣重 因為春天回藍 我們所說 濕氣又比較重 那種種的東西加起來 你會覺得 為甚麼春天好像很難過 那樣的 現在好像過了極 又沒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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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慘 好眼紛紛 好苦又沒有力 其實都要靠自己做 生活習慣要改善 這些都是很簡單的 還有呢 還有 要注意這個 出街的時候 雖然說是春天 但始終都會有少少少陰風 涼風吹過來的時候 我們會說 炸暖環寒的日子 就是春天的時候 加上濕氣重 所以一有風 或者濕氣重 如果受風 我們說春傷於風 很容易 一下風一涼一涼 其實就已經起一個雞皮 上風了 就會流鼻水 已經凍傷了 已經打癡了 又或者可能頭緊緊了 這些東西 其實就不要想著 今天溫度 可能18至21度 不是很低 不再生氣 然後就穿薄了 又不打底 可能又不爛頸巾 護住口鼻 因為其實春天都很容易 有呼吸系統的疾病 你會看到很多年 你看一些研究 很多年頭春天 冬天春天的交界 很容易有這些呼吸系統的病 流感等等 其實都是要自己做足 預防措施 雖然雖然不太冷 但外出都最好要摟絲巾 或者戴毛 甚至有風 大風 你要去海邊的地方 要戴口罩 遮一遮口鼻 不要吸到一些寒濕風 其實我上班途中和下班都一定要戴口罩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地鐵迫沙甸雨很辛苦 尤其是 想聞人家呼出來的氣 其實自己在口罩裏 可以做一個小措施 我會滴 別人送給我的香薰油 滴在口罩裏面 起碼戴口罩時 聞香噴噴的東西 除了以上的生活習慣 我今天也會介紹一個茶療 是甚麼呢 我們早前有新年 很開心 過了很多天 就吃足這麼多天 我知道很多人去別人家拜年 或者自己家邀請別人來到拜年的時候 都會吃很多這些賀年的食物 大魚大肉 海鮮 鮑魚 出去吃飯 出去飲茶 出去喝茶 不停的喝茶 團拜是團拜 拜祝不知多少天 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就 怎麼辦 我就來求救了 好肥啊 不吃了 斷食也減不到肥 或者覺得自己的消化系統相負 對 我今天會介紹一個非常適合現在的時節感的茶療 會有甚麼呢 我們看看 你不如幫我拿起這個茶 好啊 我覺得它很漂亮 其實它浸了出來 浸了一會兒 浸了出來就會這樣 有點黃黃的 你可以打開蓋紋一下 考一下有甚麼 雖然你看到 好 你小心熱 很香的茶 有熱的味道 是不是有菊花和玫瑰花呢 沒錯 還有甚麼呢 可以看看吧 今天我們介紹的茶 就叫做 決明荷葉檸檬茶 聽名字都很清新 適合春天飲用 其實主角就是荷葉 荷葉有甚麼用呢 其實應該比較多人知道荷葉飯 不是荷葉飯 荷葉很香的 在中藥中醫的角度 荷葉有一個清暑利濕的作用 但其實現代科學 也有根據可以燒脂去脂 所以荷葉茶 有些人就這樣用荷葉來焗茶 就用來當作減肥茶 不過因為它有清暑消暑的作用 其實它的屬性就是少少寒涼的 最好加其他東西來喝會比較好 而且你看葉是甚麼顏色 綠色的吧 沒錯 綠色呢 不是夏天 春天 就是很適合 這個是我們的主角 適合想燒脂 燒仔 而且去濕的人 又選擇荷葉 我要帶著出街才行 對 另外我又想show 怎樣show 拿起一汁給我 缺冥紙 不知道看不見 一個一粒粒的中藥 叫做缺冥紙 缺冥紙其實也是入肝經的 它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應該沒有味道 是一個很常用的藥 我們春天 所有的東西最好吃 做的東西都是護肝 缺冥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另外這個玫瑰花 菊花等等 其實所有這幾個藥材 都是入肝的 我最喜歡的玫瑰花 沒錯 玫瑰花有甚麼好呢 玫瑰花很適合都市人飲用 因為都市人很大壓力 可能很累 我們所說 經常都會覺得心情不好 玫瑰花有一個解屈的作用 因為不開心 其實跟肝很有關係 你的肝 我們叫做乾屈 即是 摸著後面 經常喊聲嘆氣 不開心的人 就一定是乾屈的了 很多時候 這些情緒的問題 都會導致乾屈 或是乾屈 令這些情緒有問題 即是互相影響 所以我們用玫瑰花茶 就可以解屈 而且真的會減壓 我們所說 喝完後 其實整個人都會開心一點 因為它也挺香的 對 另外菊花也不用介紹 這個菊花是人都喝過 菊花茶 你去喝茶都喝菊花茶 但首先聲明一下 紙包的菊花茶是沒有用的 因為通常只有糖多 是 糖水來的 菊花也是適合香港人 為甚麼呢 因為每天都對著手機 無法按摩 菊花有清乾 明目 亦是明目的效果 所以這幾樣東西 其實都是對肝非常之好 但剛才我所說 這個茶主要是想消滋、消脂 可能做到減肥的效果 所以我就加了這個山楣 山楣是燒食和燒脂 我試過就這樣焗這個山楣水來喝 是非常之消滋 因為我曾經去吃這個自助餐 吃到覺得自己還能吃 所以就吃多兩碟 然後又要吃甜品 然後就很飽 頂著很辛苦 你一採就頂著就很辛苦 頂著很久是辛苦很久的 又不出頂著又吃不下一餐 怎麼辦呢 就快點去拿山楣乾 焗水喝 起碼8-10粒焗水喝 立即喝完可以把胃氣抹出來 其實它燒食的作用是非常之好 OK 另外檸檬 我會覺得它加進去會有清新的香味 檸檬有維他人C 還有什麼好 檸檬 檸檬還有什麼好 是 因為它酸 檸檬的酸味是否跟肝有關 也是的 檸檬的酸味一來又可以消滅 而且維他命C 剛才我所說也是抗氧化 所以這幾個食材加起來 我會說非常適合新年 其實新年的時候要應酬 或者平時出去吃飯應酬 甚至乎你那一陣子真的 哇 鋸排鋸很多 人家請吃飯 各樣 還有夜睡 的時候就很適合喝這個茶 我想到了 你剛才問我 就是維他命C豐富的飲品 或者食品 好像我們說的檸檬 生果蔬菜的維他命C 是幫助我們自己的製造膠原蛋白 以及吸收鐵質會好些 新年我們吃了這麼多天 接下來的飲食有什麼好建議呢 譬如我們真的吃得比較豐富 已經是炒和了大家的減肥計劃 一個新年就已經炒和了 我們飲食可以有什麼改善呢 新年新願望可能大家也是 女士尤其是減肥是我們的終生目標 我會跟大家說 早餐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大酒多餘膽固醇的燕麥 我通常燕麥會加無糖豆奶 還有高鈣 現在還有其他的 譬如燕麥奶 或者杏仁奶 腰果奶 其實都會添加了鈣質 甚至是維他命B12 吃燕麥我們可以除了選甜味 可以吃一些鹹味的早餐 譬如有燕麥和燕麥 還有加海鹽 或是平時你不會吃菜乾湯 我們可以用菜乾粥 我們可以做菜乾麥皮 也可以 嗯 蠻好 然後到下午 我現在已經實行中了 不用等到吃完了 我們下午盡量可以的話 都是吃多種顏色的沙律 那就可以起碼攝取到足夠的蔬菜 因為我們出去吃那些 Sat lunch 很多時候都是一條菜都沒有 或者只剩一份的蔬菜 那我就會去選 還要自己帶一個食物盒 那我就會去選一些 你可以自己淫選三樣 或者選四樣的 有沙律提供的餐廳做午餐 那我的沙律醬 都盡量是用一些醋 或者是檸檬汁去代替 有拌了油的那些沙律 dressing 嗯 非常好 那晚上吃不吃好呢 晚上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減重 而之前真的不管了 吃了才減 對啦 這樣的飲食方法 我們現在怎樣補救呢 就是晚上可以用小油的方法 煮食 還有我們吃那個澱粉質 尤其是白飯 可以減量了 那基本上我通常 那些減重的客人 我會建議他們每一餐 煮食的油 或者是添加了食物的油 盡量不要多過一茶匙的油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有減重的效果 嗯 很詳盡的減重的餐單 我們之前吃了那麼多 是時候要還的了 我們就真的不要吃那麼多了 因為真的未必真的可以負荷 因為內臟的東西 你真的不能打開來看看 那就是靠我們平時的飲食 吃多菜小肉 是啊 早餐早餐 還有這個最重要的是 要做運動 其實冬天呢 冬眠已經結束了 我們現在春天了 一年的新開始了 所以我們的生活習慣 就要由現在開始改了 好啊 祝你的新年新願望 在今年一定要達到 好 減肥成功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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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